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白鹅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字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字呢它呢比较多 大家在记忆的时候呢要讲求方法避免一些错误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呢有一个口有一个犬 那么其实就是肺 那么它就是狗的叫声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右边是一个犬 不要少写这个点 再来看下面的醋 醋呢是单人旁一个足 再来看坡 坡呢它也是左右结构 那么大家在写的时候要注意 左边是一个皮右边是一个叶 那么句它也是左右结构 再来看狗 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的是狗呢它是一个草字头 大家在书写的时候不要忘记 那么下面一个字呢是屁 这个字呢看起来呢比较复杂 但是呢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只需要将它拆分开来 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去记忆 它呢是一个上下结构 我们可以将这个字呢分成两部分 那么上边呢就是一个屁 而下边就是一个言 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好记呢 那么再来看是 这个字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读音是是 它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四 再来看管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后面的 富 皮 敏 这三个字呢它们都是左右结构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要注意 那么尤其是这个皮字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这一部分那个撇一定要出头 昂 公 和结 除了会读之外呢 对每一个字 它的字形 大家也能够正确的去书写 我们来看一下作者 作者呢是风子凯 他呢是中国画家 文学家 美术和音乐 教育家 在这里大家对作者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他呢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同时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 上海分会的一个主席 在这里呢我们对作者 他的一个主要作品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他的主要作品呢有风子凯漫画 还有音乐入门 以及圆圆堂 随笔等等 大家做一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鹅 我们都知道啊 这篇文章它的题目呢是白鹅 那么在生活中大家有没有见过白鹅呢 那么这个图呢就是白鹅的形象 我们一起来简单认识一下它 它呢是鸟缸 并且是鸭科夹禽 头大并且呢会扁阔 这里边是它的嘴 嘴呢是扁阔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呢来简单看一下 前额呢有肉瘤 并且颈很长 它的脖子非常的长 那么脾区是宽壮 并且龙骨长 胸部丰满 尾短 大家可以观察到 它的尾巴呢非常的短 与此同时呢是脚大有脯 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那么脯呢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脚 脯指的就是它们脚掌之间的一个薄膜 那么大家会发现呀这个薄膜 鸭子也有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呀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用来什么呀 滑水用的 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 它的羽毛呢是白或者是灰色 并且灰和角 以及它的肉流呢是黄色或者是黑褐色 这里对它的一个颜色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它呢喜欢吃青草 耐寒 核群性和抗病力呢比较强 生长得很快 肉质很鲜美 而寿命则较其他家庭来说 它的寿命呢比较长 体重是4到15千克 那么年产但数不等 并且呢能够驻潮孵化期大概在30到31天左右 那么我们对它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一起来看一下课文讲解 首先呢我们要先朗读课文 大家在朗读课文的时候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呢 我们可以翻阅字典 要确保每一个字都能够读准它的音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课文主要围绕哪一句话来写呢 那么我们通读课文呢会发现 这篇文章呢一共有7个自然段 并且呢每一部分它写的内容 我们都是可以将它概括出来的 那么主要围绕的是哪一句话来写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答案了 那就是文章的第二自然段 文章的第二自然段写到 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 不太和吃相中 那么文章就是围绕这一段来进行描写的 先说出了鹅非常的高傲 这是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 那么紧接着第二自然段呢 用了一个乘上起下的过渡段 乘接上文鹅的高傲 来引起下文作者所要描述鹅为什么高傲 写了三个部分分别是叫声 步态以及它的吃相 我们来看 这句话呢既是文章的中心剧 统领全文集中概括了鹅高傲的特点 同时又是一个果度剧 不仅承接上文中的高傲 同时还引起了下文 让文章的衔接呢非常的自然 条理非常的清晰 来看一下第二题 课文从哪些方面具体写了白鹅的高傲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刚说过 从叫声 步态和吃相 三个方面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作者是怎样把叫声写具体的 是如何通过叫声来表现它的高傲的呢 来看一下 鹅的叫声 是音调严肃正中似立声呵斥 在这里呢 对它的声调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它的旧主人告诉我 养鹅等于养狗也能够看大门 结果呢 我发现果然是如此的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它写道 凡有声课进来 鹅的叫声必然会怎样 是立声叫嚣 那么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过 它也要隐行大叫 在这里边呢 红色字体的三个字 就是具体来描写它的叫声 我们来看 鹅不仅叫声高傲 步态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那么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来描写鹅的步态的呢 来看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 那么全篇呢都在写鹅的高傲傲慢 对不对 那么它的傲慢 傲慢在哪里呢 这里边说到了与谁相比啊 与鸭子 那么拿鹅和鸭子呢来做一个比较 大体上是同鸭子是相似的 但是呢鸭子的步调是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 那么反观鹅它是什么样的姿态呢 原来写到它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 颇向京剧里的警觉出场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模大样呢 是形容傲慢满不在乎的样子 作者呢运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 那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词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用来修饰人的 而在这里呢 作者却用它呢来修饰白鹅 所以说呢 用到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 将白鹅拟人化 这样写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形象 那么用鸭的步调急促 以及急促不安 来反衬出鹅的步调从容 大模大样 有大家风范 也就是衬托出它的高傲和傲慢的姿态 来看下一题 作者怎样仔细观察鹅的吃香 是怎样具体描写的呢 那么文章呢 它的层次呢 非常的清晰 第一自然段呢 先说到了白鹅的高傲 那么第二自然段是一个中心句 也是一个过渡段 那么第三段具体写的是叫声 而第四段具体写的是它的姿态 那么到了五至七自然段 则是对它的吃香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描述 我们来看 譬如 吃一口饭呢 倘若水盆放在远处 它一定从容不迫地大踏步走上前去 饮一口水在大踏步走去怎么样呢 吃泥 吃草 吃过泥和草 再回来吃饭 那大家呢 可以想一想 白鹅它吃饭的步骤是什么呢 先去吃一口饭 然后该干什么了 去喝一口水 喝完水之后呢 它要必须去吃泥 吃草 等吃完泥和草之后 再拐回来吃饭 所以这里呢 对它的一个吃相呢 做了一个具体详细的描述 这里边的譬如呢 就是比如的意思 那么用譬如 其实比如 它就相当于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不厌其烦的来描述鹅的吃相 作者就是想突出鹅吃相的什么 可笑 为什么可笑 它的可笑之处呢 就在于它循规蹈矩 不会变通 说吃什么就要吃什么 吃完它呢 紧接着就要吃下一样 如此循环 并且不会变通吧 以此来说出了鹅吃相的可笑之处 那么这是下文提到的鹅吃饭时 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伺候的原因 在旁边侍候的原因 那么由此 可以突出鹅的高傲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主题 本文呢 从三个方面分别是叫声以及步态 还有吃相 三个方面呢 来描写白鹅 写出了它高傲的特点 表达了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之情 在这里呢 大家对文章的层次呢 做一定的理解 同时呢 要知道具体写的是哪三方面 突出的是它的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又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拓展阅读 那么 拓展阅读呢 在这里边呢 是提鹅 大家呢 要注意 它的拓展阅读 也是与鹅有关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对鹅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感兴趣的呢 大家可以在课下呢 来搜集一些 关于鹅的古诗词 简单做了解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